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有东吴 东吴的局势特别的繁复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好好讲 东吴怎么建国 怎么立国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位老臣 他活了81岁 他活到81岁刚刚好 他历经了东吴的整个建国的历程 所以他是东吴建国历程的见证者 这个人的名字大概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他的名字叫张昭 其实张昭是北方人 他是徐州人 徐州人他的祖籍在蓬城 就是今天的徐州 张昭呢 是因为徐州的黄金之乱 他跑他南下渡江 然后就在现在的江东定居 就是我们讲江东 事实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的南部 他在这边定居 那他在这边定居 其实那个孙策那个时候 刚刚好从元树那边借到兵 凭借他舅舅的关系 武警的关系 也扫平了所谓的江东六郡 其实张昭是看不起所谓的孙策 也看不起他们孙家的人 张昭他自己是儒学之士 他认为他的文化涵养非常的高 不像孙家孙奸孙策到孙权 都是孤为发迹 所谓孤为发迹 就是说他的门地非常的低 都是一些武人集团出身的 这个是张昭跟孙策不同的地方 那这一期我们就讲张昭孙权跟江东 如果没有张昭的话 也没有所谓的江东 如果没有孙策的话 也没有所谓的江东 各位要看孙策集团的崛起 他是完完全全 他是靠他怀世的力量 就是怀世集团的力量 怀世五人集团的力量 就是靠的是所谓的丹阳兵 丹阳兵 就是现在的淮南一带 那张昭他们是北方南渡的人 北方南渡的人他看不起孙策 所以呢 那个时候他不会跟孙策合作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 很多人讲孙吾的建国历程 无论是田于庆先生 无论是高敏先生 无论是陈远克先生 甚至于 甚至于黄志玲先生 他们讲到了孙吾建国的历程 他们有一个重点 完全的忽略掉 就是说江北人士进入到孙策集团里面 完完全全是孙策主动 就是说这些人 本来根本不想跟孙策合作 就是认为说那你是一个五人集团 况且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素养 是高于孙策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孙策这个人他知道 平定江东光靠五人集团 没有用 为什么 江东四姓顾路诸张 没有一个人要跟孙策合作 就是根本看不起他 那换句话说 曹操是大军阀 那孙策是个小军阀 所以呢 各位仔细去看 孙策平定江东杀戮之惨 他说明了一个事实 地方大族完全不想跟孙策合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孙策他知道 他自己如果光靠五力的话 他绝对没有办法跟北方争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仔细去看 孙策就找了张宏 张宏刚刚好那个时候母上 就是根本不理他 孙策就是三番两次 张宏讲的江都队 张宏讲江都队 他主要的目的 你要统领江东六郡 那江东六郡呢 各位可以看看 就是长江与南 从现在的上海一路到现在的哪里 一路到现在的柏阳湖 好 这一块区域刚刚好是这 江浙江浙干三个地方 还有包含万就是现在的安徽省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五人集团的发迹 事实上你光靠五力是没有办法平定地方 孙策就请出了谁 请出了张钊 他又请出了张宏 他又请出了秦松 他也请出了陈端 这四个人刚刚好都是江北人士 江北人士 然后他南下避祸 那避什么祸呢 那个时候 徐州内部有三股重要的势力 我刚刚讲过 黄金之乱 坐龙之乱 还有一个内部 好 还有一个就是他内部 那所谓的内部呢 就是各郡的太守 对于所谓的陶谦也好 对于刘备也好 他们都认为这一些人都是外来者 所以当徐州内部发生很严重的问题以后 他们都相继难度 那张钊也难度 那张钊难度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张钊出身与孙策的关系 孙策主动看他 主动去看那个张红 向他们请议 江东六郡要如何编地 张红本来不理他 但是张钊他还是他还是接见了孙策 接见孙策他们在聊的整个过程以后谈的都是北方的事情 那所谓北方的事情因为张钊他本身 跟赵钊跟王朗跟刘复 他们的私交关系通通都算是不错 所以张钊就建议他 讲义王室 所谓讲义王室的话就是 对于汉室你还是要承认的 第一个奖励王室 第二个能够获到汉宪帝的证明 所谓证明呢 就是说给你一个官职 那这个官职是让你去平定江东六郡 那第三个就是他们也希望跟孙策合作 所以就透过张钊的关系 孙策跟北方的一个形势发展 他有所掌握他有所了解 那刚刚好北方多物 为什么北方多物 一方面是黄金之乱 另外一方面是曹操蒸发陶迁 然后第三方面 刚刚好孙策统领江东的七年时间 就到什么时候 就到官渡之战结束 官渡之战结束 然后孙策被暗杀 那从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孙策他为什么要争取所谓的江北人士的支持 怀世集团还有他自己的中青集团 那他的中青集团包含孙家的人 包含他舅舅家 旧家的人就是吴夫人家族的人 所以孙策集团刚刚开始 发展的时候是三股势力 一股势力就是怀世集团周语鲁树 一种集团文臣集团就是张昭张宏 然后一种集团就是武人集团 就是他们孙家还有他的旧家的人 旧酒家里的人 所以这三股势力刚刚好就是孙策可以掌握的势力 那孙策可以掌握的势力各位去看 孙策他本来依附谁 他本来依附元素 他本来依附元素 那元素自行监阅想要称帝的时候 孙策他离开了他 他离开了他以后 他反对元素称帝 那这里面张昭是起了作用张昭 为什么张昭起了作用 因为张宏那个时候被派到了许昌 孙策派张宏去许昌 张昭呢就是经常担任孙策的秘书长 就是类似秘书长就是孙策申发于外张昭主内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孙策开疆与张昭 张昭建议孙策 建议孙策必须要与江东六郡 那江东六郡就是丹阳还有会计等这些地方要作为你的立足点 那作为立足点他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说你要派所谓的文臣武将去统领地方 然后他也劝孙策不要杀戮过重 那孙策不听 但是至少就张宏讲的 张昭讲的孙策通通听进去 那孙策通通听进去 各位看平定江东的布局 平定江东可以说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过程 这一段过程大概孙策整整花了七年的时间 各位要知道孙策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为什么 他凭一千多人他过去他爸爸的嘉宾 他爸爸的嘉宾从元树那边本来借了五六百 借了五六百以后第一次平定江东的时候 他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那第二次他再去求元树 他再去求元树的时候 说希望把他爸爸的兵能不能通通还给他 那一年各位晓不晓得孙策才十九岁到二十岁之间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十九到二十的小伙子 你比较现在十九跟二十的话 他们的成熟度都不如孙策 孙策那个时候就根本知道 他先平定他为什么要以江东六郡为准 因为江东六郡刚刚好地广仁西 那地广仁西受的兵灾不多 而元树的势力刚刚好 他的面向是淮南 而刘备的势力刚刚好 陶谦跟刘备的势力刚刚好是面对了远州 面对了远州 他们所面对的唯一的敌人就是曹操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张昭也劝了孙策 谨述平定江东六郡 不要有后顾之忧 这也就是说孙吾的建国历程 事实上表面上是从孙奸开始 但是孙奸在县山被刘表大将皇祖射杀了以后 那到了孙策才开始一步一步的 由长江的中游往下游走 所以第一个对孙策提出的长江战略 就是张昭张红这些人 他们希望依托长江能够缓解北方的压力 那一方面孙策为什么要用张昭 一方面他要跟北方互通讯息 那张昭就告诉了孙策 你必须要尊奉汉县地 这个是一个 那另外一方面 不失贡职 所谓不失贡职 你要承认汉县地的存在 然后第三方面 你要结交北方的人员 这样你江东的势力才会稳固 所以我们看整个孙策 他军事集团的行程 这个里面有张昭的影子 各位不要忽略了 孙权建立东吴的整个过程当中 制定朝仪典章的就是张昭 但是这个人虽然是个儒学之士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讲 他对于孙家的人 的的确确 是有一种隔阂 那这种隔阂的存在 倒也不是说见解或者正见之身 而是说文化素养的不同 这也就是说张昭为什么 他见证了孙吴的建国 但是他不受孙家重用的原因 除了孙策以外 那孙权为什么会讨厌他 其实孙策完完全全地信任张昭 除了信任以外 他更重要的 他是希望透过张昭能够跟他缓和北部的关系 那北部的关系除了汉县帝以外 他就希望针对曹操来讲的话 你北方多目 你就好好的去平定你的徐州 你的冀州 而不要派兵骚扰我的 我们讲叫扬州 刚刚好扬州的势力 又是在元术之下 所以孙策他抛弃了元术 而元术自立为地的时候 孙策抛弃了他 那这里面张昭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中文字幕志愿